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伯是唐代十分出色的文学家 大家都夸他是天才诗人 这位天才诗人又有着怎样独特的人生经历呢 西瓜姐姐这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打小开始王伯就是出了名的神童 你看他六岁的时候就会写诗 而且写得非常好 大人看了都忍不住要鼓掌 或许是因为年少成名 王伯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 还有几分骄傲 有一次一个大臣在藤王阁里举行宴会 他让大家看着藤王阁外的风情写一篇文章 所有人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知道怎么下笔 结果这时 王伯自信地站了出来 一口气就把文章写完了 大臣十分惊讶 他记过文章心里直嘀咕 哪儿弄来的年轻人 我都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可当他看到了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 也忍不住拍手叫好 连连称赞道 真是天才啊 这简单两句话 一下子就把开阔壮丽的景色描绘了出来 看天上沉落的晚霞和孤独的野鸭一起飞翔 秋天的江水和明镜的天空 好像连成了一片 王伯觉得还没写过影 于是他又接着在文章后面写了一首藤王阁诗 写完后 他把诗歌直接教给了大臣 自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大臣看到诗的最后一句 发现少了一个字 咦 这剑外长江 什么字流 大家都在猜 缺了的字是什么 有的人猜是水字 有的人猜是毒字 可猜来猜去 大臣都不满意 于是他赶紧去追王伯 结果王伯的书童出来告诉他 我家主人写的诗 一个字值一千块金字 给了钱就告诉你 这可把大臣给气坏了 可他又很想知道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只好无奈的准备好金字 送去给王伯 王伯高兴的接过金字 装作吃惊的样子 问道 咦 我不是把诗都写好了吗 大臣生气的说道 不是还空了一个字吗 王伯笑着回答道 对呀 就是空这个字呀 你看那藤王阁的栏杆外 只有那长江水滚滚的向远方奔流 这不就是 箭外长江空字流吗 大臣听了 这才明白过来 一个空字就写出了眼前江水壮阔的画面 果然是最合适的 故事归故事 我们在王伯的诗歌里啊 看到了一幅豪迈壮阔的景色 可除此之外 他也十分擅长写明媚秀丽的风景 比如一年的春天 天空刚刚下过一场雨 王伯来到郊外 看着春天的美景 写下了这首交信 雨去花光深 风归夜影书 看雨停了 花儿还是湿漉漉的 花上的小露珠闪着点点光亮 风也不吹了 树的影子也不乱动了 可仔细一瞧 树上的叶子 都被风吹落了不少 短短两句诗 王伯就把这清新秀丽的春景 一下子带到了我们面前 让人看了 也想跑到郊外去 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 可惜的是 这么有才华的王伯 在26岁时 就不幸掉进海里 去世了 可他短短的一生 却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精彩的诗歌 带我们领略了 壮阔和秀丽的风景 相信王伯这样一位 才华满满的天才诗人 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那么下一期 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王伯的代表作 宋杜绍府之刃蜀州 我们不见不散哦 下期再见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